在这集中,哆来梦开心地说了句,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的,霓虹国战败了。 主题小伙伴们一起去逛动物园,树懒像大雄,狸猫像哆来梦,大行警像胖虎,他们还看见了一头,据说已经60岁的大象。 大象的眼神非常慈爱,听说大象是一种非常聪明的动物,旁边有个大树热泪盈眶地站在那儿,还跟大象之间似乎有着什么不可思议的故事,孩子们很想听,大树就向他们每每到来。 故事发生在日本还在战乱的时代,这位大树小时候最喜欢来动物园看大象了,其中他最喜欢一头名叫华夫的大象,华夫也认得这个每星期都来看他的小男孩。 只要大树叫他的名字,他就会高兴地把一只脚举起来,但没过多久,战争就变得异常激烈,从今遭到空袭,炸弹像下雨一样被投放下来,人们流离失所,各自逃命。 共是没人能顾及动物园里的动物,大树和佳妍到乡下亲戚家去避难,他在那里也每日都先系着华夫的安危。 后来听说东京几乎被以为平地,等战争终于结束后,大树回到东京,第一件事就是跑去动物园,可幸存的动物就只有山羊和猪了。 大雄试着询问华夫的下落,却得知他被杀死了,大树哭着回了家,从晚上一直哭到天亮,孩子们听后都很气愤,究竟是谁竟然连大象这么温圈的动物都不放过。 大雄系上心头,立马跟刀莱蒙说起了悄悄话,然后两人都表示要去上厕所,他们用任一门回到家,打算乘坐时光机去救那只大象。 他们来到了那个战争年代,动物园里很安静,因为在这个时候是不会有人来看动物的,各个饲养龙也几乎看不见动物,大象的龙舍外面也没有华夫的身影,大雄很担心他们是不是来迟了一步,多莱蒙安慰他可能华夫在龙舍里面,于是他们抱着一次希望,进入龙舍内部叫着华夫的名字。 这里有一只瘦到皮包骨头的大象,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,他会是华夫吗?这时有个饲养员进来了,大雄和多莱蒙连忙躲了起来,这人提着一桶马铃薯,似乎是进来喂华夫的,但随后这人又哭着放下了桶,说自己做不到。 大雄着急地上前抢过桶,把马铃薯倒给了华夫,并谴责饲养员,大象都饿成这样了,你还不赶快喂他。 结果这人连连阻止他们说,这是有毒的饲料,大雄和多莱蒙听了,赶紧沉手,想去把有毒的马铃薯拿回来。 谁知华夫竟然知道这个有毒不能吃,还用鼻子把马铃薯一个个扔了出来。 多莱蒙不禁感叹,大象真的很聪明,饲养员告诉他们,投备有毒饲料这是上级的命令,如果在空袭中,炸弹炸坏了龙舍,动物们跑到大街上,会对居民带来危险,其他动物也都是被活活饿死了。 饲养员声泪俱笑地倾诉着,他认为饲养员的工作应该是照顾动物,而不是杀死动物。 这时华夫举起鼻子,蹭了蹭饲养员的脸,似乎是在安慰他,饲养员再也忍不住了,抱着华夫的鼻子大声痛哭,他下定决心,一定不会让华夫被安乐死。 毕竟这些动物就像他的孩子一样啊,另一边,大佐正在向园长发难,我都下几次命令了,怎么那头大象还活着,现在是非常时期, 我们每天都有许多士兵奋战在一线,哪有多余的人力精力去照顾动物呢? 园长也恨无奈,因为大象的皮肤很厚,无法注射安乐死的药物,而且动物园已经整整饿了大象一个星期,今天还准备了有毒的马铃薯去投喂了。 这时饲养员带着大熊和哆啦A梦来照园长,他告诉园长,华夫知道那是有毒的马铃薯不肯吃。 大佐听后顿时失去耐心,他掏出手枪打算亲自去解决华夫,饲养员跪在地上拦住,并告诉他华夫真的是一头非常乖巧的大象。 但大佐不听劝,一脚踢开了饲养员,多雷梦和大熊也上前去劝阻。 大佐看到多雷梦,立马让园长多用点心,这里猫都从手篮跑出来了,多雷梦刚想怼他,就被大熊拦了下来。 大熊告诉大佐,其实并不一定要把动物杀死,也可以用驱散的方式,比如把大象送到他的故乡印度去。 大佐很生气地表示,现在全国上下都要忙着战争的事,哪有余力去管这些,国家的胜败就取决于一瞬间。 大佐和多雷梦以为大佐是在担心战争的事,立马笑着告诉他,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的,因为日本马上交战败了。 大佐听见这晦气的话后,气得眼睛都圆了,他掏出武士道,谣言要就地解决他俩。 这时空袭警报响起,大佐别忘记着小摩托去疏散群众了。 大熊和多雷梦还愣在原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,直到他们头顶上空,出现了许多战斗机, 然后炸弹一颗接着一颗砸了下来,他们才意识到这是发生空袭了。 紧接着一枚炸弹就落到了他们眼前,饲养员不顾危险,好像滑步的射龙。 大熊他们也跟了上去,饲养员为华夫打开了大门,想带他一起逃走。 但华夫很害怕外面鸿鸣的炸弹不敢挪动,炸弹越来越接近了,饲养员走进去安抚华夫。 多雷梦和大熊也在门口为他加油鼓劲,最终华夫选择相信他们走出了龙舍。 就在他们走出去的一瞬间,一枚炸弹落在了他们身后,龙舍瞬间被以为平地。 华夫为他们挡住了被炸飞的大铁门,空袭结束了,他们都很感谢华夫的救命之恩。 饲养员查看了一下华夫的身体,幸好他没有受什么伤,饲养员向华夫保证不会放弃他。 他决定要带华夫去遥远的深山,去一个不会让他受到伤害的地方。 这时大佐带着士兵来找华夫了,有人觉得大象是被炸死了。 但大佐认为,不可能炸的连个炸都不剩的,他下令要士兵进行地毯时搜索,一定要把华夫找出来。 并授权士兵如果发现大象,可以立即开枪。 饲养员抓紧加快了步伐,带着华夫逃离。 可华夫走着走着,突然停下了脚步。 紧接着,大佐就出现在了他们面前。 大佐一脸势灾必得的样子。 草丛里也冒出许多举着枪的士兵。 饲养员挡在了华夫面前,对大佐说,你住手,要想打死华夫,就先打死我好了。 大佐声称,这么做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。 但饲养员已经与华夫,约定好要保护他。 大佐见饲养员不走,脸都黑了。 他决定要以违抗军令的罪名,将饲养员一起枪毙。 大雄非常着急,一直摇晃着哆啦A梦,让他想想办法。 哆啦A梦灵机一动,用缩小光线把华夫缩小了,在场的人都看呆了。 随后,哆啦A梦又拿出火箭油桶,他把华夫放进油桶里,并将收件地址定在印度的丛林。 随着倒数结束,火箭油桶带着华夫升空,哆啦A梦告诉饲养员,等到了印度,华夫就会恢复原状的。 饲养员眼含泪水,望着华夫消失的方向大声呐喊,华夫,你要保重啊。 随后,哆啦A梦和大雄就回到了21世纪,那个大叔还在滔滔不绝地讲着故事,只是这次他的表情营养了许多。 大叔说起,他在印度旅行的时候,跟伙伴走散了,据说那里是会有老虎出没的丛林。 小夫和胖虎催促他,说那真正不可思议的故事到底是什么。 大叔表示,好戏才正谣上场,他在丛林跟伙伴走散后,身上没有足够的粮食。 他就那样迷茫地在深山丛林里走了好几天,到最后终于因为体力不支,倒了下去。 在冰临死亡之际,他的人生就像走马灯一样在眼前回顾,他父母的脸,家乡的房子,还有那只叫华夫的大象。 恍惚间好像是华夫,在慢慢靠近永温柔的眼神看着他,大叔一睁开眼睛,发现真的有一只大象站在自己面前。 他试探着叫华夫的名字,那只大象就开心地抬起了一只脚。 大叔问,你是华夫吗?大象大声回应着他,接着大叔就不省人事地晕了过去,后来华夫把他拖在背上,带到了闪脚下的村庄。 大叔也因此得救了,不过他至今都没法确认那段经历到底是现实还是梦境。 胖虎觉得那只大象不可能是华夫,因为华夫是在战争的时候就存在了。 但经相告诉他,大象的平均寿命有60到70岁,有的甚至可以活到100岁。 小福认为华夫应该是在日本死去了,怎么可能还在印度活着呢? 大叔也觉得很不可思议,但即使那段经历是他在做梦,他也很高兴。 大熊问大叔,他被大象救是什么时候的事? 大叔告诉他,是在去年的夏天,大熊和哆来梦相视一笑,看来华夫当时平安抵达印度了。 他们高兴地在原地欢呼,此时在遥远的印度丛林里,传来了大象的叫声。 好了,本期问题,你喜欢大象吗? 欢迎大家留言点赞和关注哦,我们明天见。